第四十六集,能让蓝战对着手机笑的,除了魏英,还能有谁,所以叶周不用看,直接断言蓝战看的是魏英发来的信息,他还手快地抓拍了一张蓝战对着手机笑的照片,蓝战浑然不察自己被拍照了,迅速收起手机,绝不承认,人也走开了,去做你的事。 叶周追着把照片出示给蓝战看,不依不饶地逗他,好啊,不是魏英是吧,那行,我现在就去发调解魏英可见的朋友圈,说蓝总对着手机傻笑了,有图为证。 叶周这一发,模棱两可,全凭魏英自由想象,魏英可以认为,蓝战是看着他的信息傻笑,等同于让他知道了蓝战对他的心思。 魏英也可以认为,蓝战是看着别人的信息傻笑,从而误会蓝战有女朋友了,无论哪种情况,都是蓝战不允许发生的,他用手挡住了叶周的手机。 周末我给你做竹孙干高汤,叶周讨价还价,外加松茸炖聊餐,八宝鸭,蓝战点头,好,成交。 叶周乐呵呵地把照片发给了蓝战,并从自己的手机里把照片删除了,随后他发了条信息给蓝战,是一首歌,名字叫爱就要大声说出来,不用播放歌曲,单看歌名,蓝战就明白了叶周的意思,他没有理会,朝办公桌走去。 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,擦肩而过也是命运的安排。 叶周轻哼着歌曲,一脸笑隐隐,慢悠悠地夺步走出了蓝战的办公室。 办公室的门,被叶周关上后,蓝战重新拿出手机,打开微信。 刚刚魏英发了一张照片,和一条信息给他。 照片中的魏英双手托着一块蛋糕,形状与蓝战在新加坡送给他的巧克力蛋糕一模一样。 他满面得意,眉眼鸟鸟,浅浅微笑仿如蛋糕一样甜蜜,芬芳。 他发信息告诉蓝战,经过几天反复地练习,尝试,他终于烘焙出了满意的巧克力蛋糕。 味道和蓝战送得不相上下,魏英的笑,很有感染力,蓝战不觉又跟着弯起了唇角,眸光温柔地凝望着魏英眼中的璀菜星辰,怦然心动。 他和魏英又恢复了每日一通电话的相处模式,一如既往,不谈情爱,只海阔天空的聊天。 蓝战还多了一项甜蜜的负担,那就是通过视频通话,辅导魏英备考CFA,一个用心讲解,一个认真听讲。 因为还是在校大学生,魏英只报考了一级,但蓝战发现,无论是金融知识还是金融技能,魏英都已接近于三级水平,有些甚至都无需他讲解。 可魏英还是会缠着他一口一个蓝老式的问着问啊,当然,他也乐意支支,乐在其中。 每周末有时间的话,蓝战总会去魏家探望魏恒,关心他的身体状况,陪他聊聊天。 这一天,魏恒携魏阳邀请了顾琪、蓝战、叶周,还有几位和魏恒关系较好的老朋友,一起在斯南公馆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。 魏恒因为身体的缘故,和蓝战两人只喝茉莉花茶,其他人都喝酒。 叶周是个自来熟,三下两下就能和第一次见面的人熟络起来,可魏阳偏偏不买他的账,两只眼睛像长到头上去,看都不看他一眼,整个人冷邦邦,更别说和他喝酒了。 这样一来,叶周也懒得理魏阳了,若不是受蓝战之托,来旁敲策机提醒魏阳菲里克斯时,叶周才不想理这个刚愎自用的人。 叶周调查得知,菲里克斯就会不是自己开公司,而是在上海一家名为泰顺的医疗检测集团,担任财务总监。 通过在投资界有名的福尔城山明认识了魏阳,想要从进行资本融资12亿元,准备让泰顺上市,方欧,财务顾问,金融中介,帮助VCPE等寻找投资标的,类似于房产中介。 让蓝战和叶周都感到纳闷的事,魏阳身为进行资本的首席执行官,别人要从他处融资,他不对对方背景进行深入调查的吗? 席间,魏阳起身要去卫生间,蓝战见状也跟了出去。 卫生间里,魏阳在盥洗台前洗手,蓝战站在他身后同他打招呼,魏总。 魏阳抬起头,没有转身,通过镜子望着蓝战,勾唇自负地问,蓝总,请问有何贵干? 魏阳的五官与魏英有几分相似,尤其是眉毛和嘴巴,但气质大不相同,一个明媚,一个成语, 魏阳脸上总像笼着一层乌云,怎么也散不去,你了解Felix吗? 若不是因为魏恒和魏英,蓝战不会主动找上魏阳问这样的问题。 魏阳很是意外,警惕起来,他也找故意融资。 蓝战摇头,我在纽约时听说过他,你调查我。 魏阳瞬间明白了,带着一丝怨怒迅速转身,他喝了些酒,语气很冲,蓝总,你做VC,我做PE,你这样做,不合适吧? 魏阳了解过Felix的黑历史,但他与程山明合作过几次,顺风顺水且获利不少,所以很信任程山明。 程山明一再保证,Felix已经筋盆洗手,而且他在泰顺充其量也只是个打工的,不足委屈。 另外,禁职调查时,魏阳也没发现泰顺有什么问题,反倒觉得这家公司前途可弃。 蓝战心平气和,我不投这类赛道。 魏阳打断他,击笑道,你说不投,我就信你了。 就算你不投,你这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 蓝战沉默下去,魏阳一阵无声地冷笑后,绕过蓝战往门口走去。 蓝战转过身,固执地提醒道,金融投资市场复杂且残酷,望魏总伸之右慎,三思后行。 魏阳忽地转身,一个剑步窜到蓝战跟前,扔起拳头直接往蓝战脸部砸去。 他咬牙恨声道,你们顾家人,一个个非要和我过不去是吗?